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听了几位老师在C-Tunnel还有Dolphin Scheduler上的精彩的分享 然后我也来分享一下我们字业一样的这套技术 然后跟我们社区的技术上面有什么差异 也跟高峻老师包括跟社区的超哥 然后我们后面再一起交流 然后大家好 我是来自小米的G2G2G1G1 然后今天带来的分享就是数据集成技术在小米的应用和实践 然后我将从以上四个方面然后进行展开 首先我们看一下数据集成技术在小米的这个数据开发体系中它所处的一个位置 2021年然后我们引入了这个IisBook 然后作为底层的这个数据底座 依托于HDFS和S3的粗文储 对 然后我们实现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的这个统一的这个数据管理和存储管理的能力 然后去建设这个补藏一体的数据开发的体系 在IisBook之上 然后我们形成了三个主要的能力模块 然后有数据集成数据开发 还有这个数据查询 那么数据集成就作为统一的这个ODS层这个数据导入的能力 然后以及在完成这个树仓体系建设之后 向数据服务体系去做这个导出的能力的一个存在的模块 然后数据开发体系的话主要是依托于这个Flink和Spar 然后这些分布式的这个数据计算引擎 然后去实现数据体系的这种分层购物件 最后是这个数据查询的模块 然后作为这个数据湖的整个北向的能力的出口 然后在分析挖角还有报表的场景 然后去提供这个查询的技术支持 同时我们在整个这个体系之上也构建了统一的这个数据开发平台 然后用来在这个与原数据全线调度资源管理的层面实现统一 同时提供这个统一的数据开发管理的旅游程 以及这个相关无弯的运维的一些统一 因此我们内部所有的这个数据开发都是基于这一套平台体系来完成的 那数据集成在整个这个平台化建设的过程中就希望解决什么问题呢 然后其实这个大伙提到的都很多 然后主要就是异构数据和数据孤导还有质量相关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无论在DataWooops的层面 还是在这个集成的层面都是一些永恒的话题 然后当前我们依托于整个这个统一的数据平台 然后集成服务的规模可以在内部连通13种的这个数据系统在 然后同时线上的托管作业大概在3.5万左右 每天实时采集的这个流量数大概在3.5万亿左右 然后通过这个集成服务 然后实时跟一线场景集成的流量应该是突破1.3万亿左右 对 然后第二块我们看一下就是整个这个集成技术 在内部的一个演化化的过程 然后在我们引入这个数据服务去做统一的这个数据服务 而数据集成服务之前内部的这个集成的架构 然后是一个很类似于Lambda架构的体现 就实时电路跟离线电路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分 在实时电路上其实更关注的是 像是这一类时序化数据的一个采集跟集成的行为 在这个部署在应用服务器上的7log容器场景的应用日誌 包括业务输入库的这个blog日誌统一被这个日誌采集的 LCS服务接入的消息系统中 然后TELUS是我们内部自然的一个消息中间间的系统 它是兼容这个卡布拉协议的 然后但是它基于此实现了一个存算分离的架构 然后在云然深的场景下 然后可以更有更高的一个适配性 在消息系统之后 然后接了一个SPA Stream 然后去把数据可以采集到的日誌数据 所以可以实时写入到固度HDFS和ES里面 然后来支持这种分析挖掘以及搜索的场景 积极建设 对 然后在离线链路上面 其实就是更容易理解一些 就是将上游多种RDS数据库里面的数据 就是通过DataX或者SPA Circle 然后写入到下游的Azberg和Hive中 然后去完成这种ODS层的数据购物件 并且在整个数仓体系计算完成之后 然后再将AzS层数据由Azberg和Hive 然后导出到Holograss、Doris 然后这一类数据服务的体系中去 那么老架构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维护成本大 然后对于基础设施的研发团队来说 数据集成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理领域 因为它上下游连通的数据系统很多 然后你作为研发人员 你可能要对每一种系统都需要有一个最初的认知在 那么它的一个能力的核心建设在于 你要提供一个最佳实验出来 那么当你维护的这个集成的技术选行很多 框架很多 并且上下游游的这个数据系统又很多的时候 那给这个研发团队就会带来成倍的这个工作量的增加跟效率的降低 同时就是在因为在这个集成的链路上面它链路很长 并且我们内部的作业量很大 那一旦出现这个线上的故障以及代码的问题之后 对于问题排查的难度和整体电路恢复的一个难度也是很大 对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选行很多 就是在老家屋上有Spa Circle Streaming 然后还有DiAX 那么去建设统一的技术规范就很难 然后如果我想形成就是如果说链路的这个数据质量 然后是集成比较关注的领域的话 那如何在这么多的体系上面构建统一的这个规范 实现这个链路的监控性能调优跟诊断 其实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作 第三个就是治理的难度很高 因为它的场景的区分 所以带来的就是入口的不同 不统一 那么就是在入口不统一之后 然后作业的管理分散 然后迁移的成本化 然后同时没有对这个调度系统和资源管理的系统 形成统一的这个技术方案 因此就无法保证这个资源系统的资源利用率 然后在明确了这个以上的这些问题之后 其实我们基于Fling Circle 自扬了统一的这个税集成引擎 然后这套引擎可以在实施场景 和离一线场景实现这个集成能力的统一 并且能实现这个油皮体的同步架构 然后同时我们在实施采集的场景 然后也引入了这个Fling CCC的技艺艺术 在实现这个采集层面 作业Support Netsport部署的同时也能更好的去提供 这个数据员的扩展能力 OK然后新架构给我们带来的升级其实是很多样的 从技术升级的层面 然后我们其实实现了一个引擎层面的能力 统一同时实现了由Support加DX 然后向Fling的一个换代升级 在整个链路上面我们因为架构的演进 以及技术远心 由开源组件给我们带来的红利 然后因此就是整个链路的性能也有大幅的提升 同时因为统一的技术体系我们勾架整体的这种水质量和监控的体系 也整体的提升了整个链路的同步的稳定性和水质量 从能力升级的层面 然后我们基于这一套引擎实现了全的增量流皮体的这个模式 简化了对调度系统在同步链路上面的一个应用模式 然后也提升了整个调度系统的那个调度性能 降低了它的使用压力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全链路的关键的一些核心链路上面 然后都支持这个Schema Evolution的能力 可以在离线的链路上面可以支持上游的数据 以及Schema一键同步下游的能力 并且在实时的链路上 在RDIS同步以及消息队列的结构化数据同步的场景上面 可以基于实时数据的Schema变更同步到 然后将这个Schema实时的同步到下游的Sberg上面去 然后去切实提升了这个Schema 变更然后在链路稳定性上面的影响 基于这些实时的比对和告警的能力 我们可以先与用户发现链路上面的问题 然后并且可以提供基于这个缓存数据的实时修正的能力 结合Sberg的快照机制可以不影响这个业务使用的情况下完成 就是0B链路的数据修正 最后就是基于Flink 然后我们也就是 自己严了一套资源弹性第二路的机制 在实时链路上基于流量的资源弹性 使这个关键链路的成本 然后也有比较明显的优化 那么讲完这个架构的优化 然后说一下技术升级方面 然后我们做的一些工作 首先就是我们自研的这一套引擎 然后目前我们自研的 基于Flink Circle自研的这个是集成引擎 然后它提供了五个主要的能力模块和四种执行模式 然后它其实是在这五个能力模块之上 在这个每一种照 然后提供一个可编排的这个执行能力 首先它有一个基于BSL的一个同步配置 在引擎接收到同步配置之后 会去提取配置中有关数据同步的配置要素在 然后再提取了关键的数据要素之后 上下游的这个户表的开Log 以及一些关键的UDF和UDTF的定乎 低定义之后 然后就会在这个对应的Environment中 完成这个数据要素的注册 然后在数据要素注册完成之后 会实现上下游的一个schema的配置 并且基于整个作业的执行模式 以及我们内置的一些 在不同的Sync编络上面的优化规则 会去产生一条或多条的可执行的Flink Circle出来 然后最后交给这个招递一个子 然后利用上述的四种模式来执行 然后P模式主要是应用在离线的 这个数据集成的场景 流模式主要还是在一些时序化的同步场景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全增量一体的实现 这个主要是在RDS的实施同步场 炒完整 然后作业启动之后 会先运行以P模式 运行一个这个 针对上游数据或快 基于快照的一个全量同步 然后在这个P作业完成之后 我们会记录这个作业的高水位线 高时间水位线 再获取到这个机制之后 然后再从我们的数据缓存 从TELUS中 然后基于这个高水位线 找到这个实施作业的 其实位置 然后再去切换这个 environment 中的实现模式 做一个理由P作业的一个衔接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 其实它是基于一个 Watermark加snapshot的 极致的一个理由P的衔接 异常的情况下导致这个链路断钢断流之后 然后可以以这个修正模式去铿起这个作业 然后作业启动之后 也是以P模式先运行一个上下游以游的merging tool 然后就是会把下游表中的冗余数据还有重复数据 然后非主件表 然后会去先全量覆盖之后 再衔接一个增量数据在那 OK 那么整体在我们的引擎实现之下 沉淀在Fling Circle的层面 它其实对应的 我们会有一张连接器表 然后并且就是基于这个连接器表获得的数据 加上这个数据演员的schema 然后会在内存存中注册一张Virtual表 然后在Virtual表直上做基于列的UDF转换 或者是基于整表的UDTF的结合法转换 并且在上面去加这个 基酸子段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应用之后 然后再将生成的Virtual表 它的数据和schema 然后整体回到下游的Think表表去 然后整体的国际使用这么一个思路 然后来做的这件事 OK 那么在说了这个 这个提升引擎的统一之后 其实我们在采集测试 然后也做了一些补工做 那么就是如何在这个RDS实时采集的量上面 去提升它的稳定性呢 然后首先我们就是实现了一个和DVA平台的深度融合 我们引入这个Flinger CC之后 然后基于Flinger CC 我们开发了这个inlog的收集作业 在Metsoco的场景下 当作业启动之后 然后它会自动直连这个DVA的平台去获取当前这个数据平台的一个集成突破 并且挑选一个可用的重库建立连接 完成这个全量的集成以及增量的这个Blog的收集在 那么完成了这一套工作之后 它的优势其实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提升了立役役役的自愈能力和故障的容错能力 在上游的数据或发生任何异常之后 然后其实都可以就基于这个采集 以及重新探测发现 然后去恢复整个采集的立役役役役役 另外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场景下面 基于这个Flinger它比较强大的分布式算子的能力 我们实现的是整部的inlog同步 整个集结圈实力的inlog同步 然后租位中基于采集回来的这个DB table的语言数据吸引 其实会把它写入到下游的这个DB table里面去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简化了这个myself集图上面 因为同步而带来的连接数的开销 降低了这个输入库的连接压力 同时就是我们基于这个Flinger CEC 然后我们把它的这个KindleJson的格式也做了一个替换 然后就替换成了我们内部的这个r2进制的这个binlog的格式 然后做这个事情它的意义在于一个是对数据进行一个扁平化的处理 可以降低整体的一个理由量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对我们的这个数据进行一个 基于r2进制的基于资减码级别的这个语言数据的资资增强 那么我们在做了这个语言数据资资增强之后 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优化前就是这个采集的这个blog 把上游的整库的blog采集到这个dbtopic桌中 如果我们下游是在一个分布分表的场景 或者是在一个整库同步的场景下面 然后就是从集成引擎的层面 然后它去产生一个可执行的flinkDA机 然后就会在一个table下出现一个这个table scan source 那么每一个table scan source 都会把这个tiles这个dbtopic中的消息全量同步一回 那么它带来的问题就是对这个tiles的broker端 然后会有一个这个高变化的消费 那么其实你要通过N张表 就是N倍的一个夺方方大 那么就是无论是在这个从tiles的broker端 无论是这个油量的增长还是并化数的增长 其实都是N倍的一个方大 然后那么我们其实基于这个二定制的骨额式 然后在消息头上面去做了这个tile的资资增强 并且在tiles上然后实现了consumer端的批量的tag消费 之后可以将这个N倍的谷放大优化为一条眼界 然后从真实的这个执行图上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最终实现了整个链路上面70%的一个流量优化 从这个消费端从消费极深引擎消费端 然后也降低了百百分之四十 因为过滤产生的这个CPU负载在 所以整个一眼录录的这个同步性能 然后也去取得了一个十倍的提升 对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在写了PD之后 我认为老师说可以讲讲在这个入口上面的优化 对然后专门准备了一页PD 就是在这个sberg的这个实施写入的过程中 它其实在FlingThink的阶段 然后就是这个它会有一个变形度的区分 然后它会决定这个数据写到哪一个partition里面去 对然后在我们选择的这个0.12版的sberg上面 然后它主要的这个distribution mode有两个 一个是num模式 一个是hashim模式 然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num模式 它的优势中它的优势是写入b1运形数据分布的很均匀 并且它在这个sberg writer的阶段它不会产生shuffle 那么就是说在一个没有shuffle的链路上 并且能把数据均匀呢分布在每一个partition上 它似乎听起来在这个入乎在集成的这个场景下面 它就是一个最优的实现 但是它的根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 在partition比较少的情况下 它确实是一个较优的实现 在partition多的情况下 然后因为这种实时的特点 以及num模式的这种处理的特点在 它会在sberg的表层面产生过多的小文件 然后产生过多小文件 这样的问题就是会对下游的消费性能 以及compaction的执行性能 然后带来很大的影响在 那么就是我们又尝试了这个hashin模式 hashin模式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在这个fling sync的阶段 然后它会把数据均匀地 shuttle到每一个isbook的writer上面去 这样的话就是数据可以成p的 以pocket的格式下沉到每一个分区上面去 但是它带来的问题是这个writer选择分区会有随机性 然后因此就会出现数据倾斜的情况 然后有的partition数据多 有的partition可能没有数据 这样无论在写入还是在读取的时候 然后因为数据起鞋可能都会带来这个性能上的影响 那么如何在这个不产生数据倾斜的情况下 然后来解决这个小文件的问题呢 然后我们内部自己安排一个bocket-hashin模式 就是在这个我们在fling sync的阶段 然后会探测这个esbook在bocket的场景下 然后会去探测它的partition数 然后最终writer算子的b1运行度 会跟这个partition数保持一致 然后在shuffle之后将数据平均的写到每一个partition里面出去 然后以这样一对应的一个方式 然后去解决这个小文件以及数据倾斜的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我们也跟社区做了多轮沟通 后来在0.16的版本 目前就是这个功能的开发者 然后它优化了这个bocket-partition selector key的一个实现 另外就是在esbook入户的场景下 然后我们其实发现就是task manager经常会出现OM的情况 然后这个主要是因为esbook它支持这个行级别的数据革新 因此它需要缓存更多的这个delete文件 在这个task的due内存里面 然后在mover的极致下 其实你是在读取的时候会去对主数据的文件和delete的文件做一个合并之后 然后去发挥这个真实的结果 那么其实在集成的场景下面我们发现无论是这个rls的这个传量同步 还是在这个离线同步的场景下面 然后其实我们都是基于上游快照的一个同步 其实并不牵扯在实施场景下面 然后它会存在position delete 以及equalty delete 这样的机制在 因此我们在集成引擎上面去实现了这个delete storage skip的一个机制 就是在实施同步的链路上面 在做这个全量同步的p接段去跳过这个pation delete的这个机制在 因此就是我们实现了上述两个优化之后 然后在相同并行度的情况下 然后整个链路的同步性能提升了三倍 然后内存使用率也降低了60% 解决了110级大表入乎的问题 OK 最后一个就是我说一下就是我们在链路监控上面的机验射 就是这个的话其实主要是一个时间驱动的一个滚动窗口的聚合 在实时的这种监控上面 然后我们会对这个blog的采集的作业 以及这个集成的引擎上面 然后对它整个作业级别的输入输出 以及在FLINKER算子级别的输入输出 都会去做一些这个基于滚动窗口的聚合能力的建设 把它上报到我们的这个监控系统中 然后小米自研开源的主要是Failcon 然后我们把它上报到这个系统中之后 然后可以有实时的这种基于算子和作业级别的输出的数据比对在 然后去完成实时的这种数据量的比对和监控 那么在离线的比对上面 我们其实是支持了整表以及基于时间窗口的 对数据的schema 然后数据量 然后以及这个内容采样的这种 也支持靠近能力的配置 去发现实时和离线连路圈上面的数据质量的问题 当前我们主要实现了基于这个链路血缘的这个全链路的作业状态的监控 在多互表场景下面的这些 以及算子级别的这个流入流出的这个数据的实时审计 包括就是实时的这个数据茶叶高景以及静态比对这样的能力 未来古不为话 就是昨天在听那个立东老师的分享 还有今天高晋老师都提到了ETLTT的该概念 其实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也是在参考这个概念在做 因为在现代的这个数据壶的这个技术体系下面 其实更多的这个转换能力可以交给下游的欧赖比引擎和计算引擎去做 然后在数据集成的这个领域跟体系下面 我们其实更多的只要做好小T以及Load的能力可能就足够了 然后因此是我们其实也是会在这种全链路的这个线流熔断 以及脏副具的处理上 然后在集成引擎上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实现在 同时就是基于我们现有的这些能力 我们期望提供一些智能化的补偿方案 然后在主动发现这个链路上面的异常之后 提供一些基于这个实时数据实时的缓存在消息队列里面的数据 通过消息回放的方式 然后去做这个这个数据的修正能力 另外就是在分布分表的场景下 如何去解决这个二连DL变更的问题 同时就是将非节目化数据像节目化以及半节目化转换 然后基于UDTF的这些插线化能力 可能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未来的挑战吧 对 OK 谢谢 谢谢大家 以上 大家有想问赵老师的问题的吗 前台大刀二老 就我问一下那个 我看刚才有个实时修正那个 对就是实时教验和比对 然后实时修正 这是怎么做的呀 这个这个其实是我们就是在弗林克的算子级别 然后会对这个算子的流入里 流出进行一个渐控 然后就去加这个买点 我这个算子然后流入了多少数据 流出了多少数据 这其实是用这个自解码技术家的这个监控买点 同时就是对整个作业也有一个流入流出的统计 因为我们其实从这个采集层面方便去做这个试的原因 是因为那个消息中间间的缓存也是我们内部自言的 所以就基于那个消息中间间的那个监控 也可以很方便的去给这个采集的系统去做一个补给 好 明白了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资源的弹性那个 弹性预估那个是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就是在这吧 对对对 然后这个资源的弹性调整和预估 其实主要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目前其实就是内部大概就是10% 13种系统的这个互通互联在实时的场景上面 然后目前其实主要是 买Circle加Oracle加TIDB 然后加TILUS 然后就是这四种系统的实时 然后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架构上面 我们其实都是在实时的场景下面 就是在这个Blog采集或者说日制厂采集 我们都用TILUS做了一层缓存在 然后因此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引擎里面 就是实现了在Flink的Job Master上面 然后去实现一个变形度调整的一个能力 其实是通过作业内重启的方式 然后去调它的并行度 但是是基于什么标准 然后去做这个并行度的预估呢 其实是结合这个TILUS的这些流入消息的数据量的统计 和我们对整个链路的一些性能测试的指标在 然后去基于这两个指标去做的那个 运行度调整的策略 然后再结合这个Flink内重启去调整 运行度的机制来实现 明白 谢谢